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照片已经发下去,大家领到了 不过现在啊,你会发现 当我们开启旧档 要找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张照片是 倒着,就是倒着 那怎么办呢?第一步我们还是 使用变形工具,变形工具在哪里 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 这边工具有个变形工具 这个叫做变形工具 我们使用它才可以变形 那我们要转换方向 这是属于变形,所以我们要用对 工具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变形工具 变形工具以后按压了 你看属性工具列是不是就跟着变换了 这个是变形 小箭头按下去有调整大小 扭曲什么透视 不过我们要的是旋转 来,旋转在第二个 好,这个是变形,那这个呢 这是旋转,一样按下小箭头之后 有任意旋转 以水平线旋转,垂直线旋转 好,这个是也是可以选的 那另外还有这边 左转九十度 这是右转九十度 这是旋转一百八十度 这样不对了 那这是水平翻转,这是垂直翻转 那这是依照你输入 来向逆时针旋转 或者是顺时针旋转 好,这样明白吗 那我们这张照片应该选择什么 左转九十度对不对 按下去,OK这样就转正了 好,这是第一步把照片转正 接下来啊,如果你觉得这个照片的颜色不太好 通常我都会做一个动作 相片自动处理,然后选择色阶 让它把黑白做明显一点 在相片自动处理,色阶,按下去 你看,你有没有发现颜色被我们校正了一点 然后黑的更黑,白的也更白了 这是我经常会做的 但是不一定都对 所以你可以按一次看看,看有没有更好 如果更好了,接着才继续 我们用选举工具选要的部分 然后调成一样大小,再放进名片中 那这是第一部分,今天先讲到这里,拜拜